今天由志秋为您带来12月14号的环球军情榜 来看大家都在关注哪些话题 我们先来关注一颗星的新闻 路透社12月13号消息 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报道称 美军周一凌晨在叙利亚东部戴尔佐尔附近 开展了大规模空降行动 并绑架了一些平民 报道称美军在叙利亚戴尔佐尔南部 坦夫地区设有军事基地 其部分任务是打击极端组织ISIS 志秋评论 叙利亚方面的报道 目前还难以确定是否属实 但绑架平民这种事 美军早有先例 我们再来关注两颗星的新闻 参考消息网12月13号报道 据日德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 拟于本月内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 该护卫舰11月停靠日本 刚参加过联合训练 这是德国海军时隔约20年 再度派舰艇停靠日本 报道称 日本希望同欧洲各国深化合作 以牵制中国 日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 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 相比远隔重阳的欧洲 日本与中国却是近在咫尺 我们再来关注三颗星的新闻 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 12月11号报道称 野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 在野门珠巴上空 成功击伤了一架沙特空军的F-15战机 令人惊讶的是 被击中的沙特F-15战机 虽然严重受损 但并没有被击落 而是继续飞行 报道称 胡塞武装在伏击中使用的 是由老式的萨姆6地空导弹 改进而来的法特尔1导弹 尽管拥有F-15这样的先进战机 仍然被胡塞武装使用老式导弹 打了个措手不及 沙特空军的心理阴影面积 不知道得有多大 继继续来关注四颗星的新闻 央视网12月13号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招募超过100名雇员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特地要求 要加大力度招募具备汉语技能的人才 美媒称 大力招募汉语人才的目的 是配合今年10月成立的 所谓中国任务中心 但该计划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 中情局对熟练掌握汉语的 亚裔人士并不信任 而其他族裔由于外貌特征和文化等原因 很难对中国进行渗透 中情局想当小偷 却又害怕被偷 这也许是美国反华势力的普遍形态 最后来关注五颗仙的新闻 美国动力网站12月12号报道 此前在南海发生撞山事故的 美军康涅迪格号核潜艇 已经从关岛秘密转移到了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军港 这艘潜艇很可能是通过水面航行的方式 返回美国温土 停手声纳罩已经完全脱落 如同被斩首 美媒称 一艘严重受损的潜艇 在水面航行将近1万公里 肯定是一场非常不愉快的旅程 师兄想说 美国如果不停止在中国家门口挑衅姿势 类似的不愉快一定会越来越多 不要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以上就是环球军情榜的全部内容